富城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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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Adviet 今天在街市看到有這隻杯 非常之晶瑩剔透 很新的 只是單一隻埋著 它是玻璃杯來的 不是膠來的 很響亮的 那我就想不如想一個甜品去配這隻杯 所以我就想做Tiramisu 今天介紹的材料給大家試 材料非常之簡單 那就是你們眼前看到的幾個項目 那首先我就想這個Tiramisu的咖啡味 我就選用了Moncona 它們的焦糖奶啡 那所以我用了它一個即用的咖啡粉去做 然後我就 Tiramisu最好就是用這個Mascarbon去做的 那我這裡就有合塵蜜開的 那就是一個authentic的Italian cheese 那如果大家沒試過用這個Mascarbon的話 那我真的要試一下 因為它跟Cream cheese就 就是這樣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但是其實Mascarbon就是吃起來 就是它比較軟一點 順滑流暢一點 就那個粒子是幼細一點的 那這樣 那還有是 我覺得是柔質一點 那這樣 那就 而Cream cheese就會帶到一些酸味的 那 還有有時候帶一些鹹味在那 但是Mascarbon就沒有這些 非常之建議大家是用Mascarbon去做的 那 那 那 另外就是 這邊是這個Icing sugar 我用一茶匙左右的份量 因為 都不想吃得太甜 然後 還有就是 預備一條Lady finger 那 Lady finger就是一種意大利的餅乾 那它 為什麼一定要用Lady finger呢 我看到網上有些人是會用麵包的 但是其實麵包做上來的質素 跟Lady finger做出來 根本就不同 因為Lady finger它濕了之後 就會有蛋糕那種質感在這裡 但是麵包是沒有的 那因為我的杯子也是比較小隻 那所以就 用一條都足夠有餘的 那現在就 做給你們看大約會是怎樣 怎樣處理 那 我就建議大家 首先就先處理了這個 咖啡先的 因為咖啡就要最好用熱水去沖 尤其是用咖啡這樣 這個咖啡是因為它要做出 有一種質感在這裡 就是比較滑 滑身 所以它裡面一定會有一些粉 是加了下去 做添加劑 讓它有一個滑溜的感覺 而那些粉粒 就是那些粉粒 最好就是用熱水去沖 才可以溶解得完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 涼水去沖的話 可能會讓它們 是那些粉粒 開 即是用不得到 所以吃起來就會比較細厚一點 那因為我也是 只是用來浸一條Ladyfinger 所以我就用的份量大約是 這一個盒的現在 這個袋子的大約是 三分一左右 然後呢 做法就是 我們就要用熱水去開它 那所以呢 就 我們在這裡加少少的熱水 就沒有搞一會兒 足夠的份量去浸淋 我那個Ladyfinger那個餅乾 那就算了 那那些熱水呢 一滑下去呢 就它是 即是看到它那個 即是起泡啦 因為它 都想做到一種奶感 那這樣 那如果你們 覺得想再講究一點的話 其實就可以用熱奶 沖下去了 就代替那個 那個熱水這樣 那 我這裡做出來大約有 兩個Tablespoon這樣的份量 好 接著我們呢 就去做那些Cream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Cream 就 話說我們剛剛呢 就有一茶匙的這個 這個Icing sugar在這裡 那這個Icing sugar 我們就現在可以先加下來 然後呢 以那個杯仔的份量來說呢 我覺得呢 大約是4個Tablespoon的Mascarbon cheese 就已經可以OK了 那我們所以現在呢 就嘗試呢 就刮大約4湯匙的Mascarbon cheese 下去了 然後呢 就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把它 跟那些 Icing sugar 就融在一起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Mascarbon cheese 大約那個形態 就是 它也是很像Cream cheese 但是 軟身很多 這樣 那這樣 那這裡大約是第一茶匙 然後呢 然後呢 第二茶匙 呢 這個湯匙 對不起 嘩 這裡 都要吃了兩個湯匙 那我當它那裡是兩個 那這裡 大約 這裡 第三個湯匙 第四個湯匙 那這樣 我們呢 就去攪拌它 這樣 攪拌到它呢 Cream 就是變得很順滑 流暢的忌廉那種感覺 那就OK的了 那你見我 我其實都沒有特別 將那個Mascarbon去解凍 但是它都是 就是很 很柔軟 那這樣 那Mascarbon 如果就這樣吃的話呢 就是 是一些淡口的 一種 的一種 芝士來的 因為芝士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 咸味重的 那這樣 但是呢 Mascarbon 就是 淡味 那所以呢 Mascarbon 因為它沒有 沒有怎麼樣 就是防腐 那所以呢 Mascarbon 要是 開了之後 最好在三四天內 都吃了去 那這樣 那個 那個 處理方法呢 就 跟 Sarcream都很相似 不過我猜 Sarcream 還可以熬久一點 Mascarbon 應該 以我 就是 因為 Sarcream 有種酸 那種酸 都可以幫它做到 有些 防腐 但是Mascarbon 真的完全淡味 我們一邊聊天 一邊攪拌 一邊攪拌 都已經是 已經是 很 很誘惑的了 這樣 那就可以 開始呢 就是 進去那隻杯仔那裡 那這個呢 就是 剛才那個 咖啡 剛才忘記了說多一件事 就是 這個咖啡 最好 因為它用熱水做 所以 最好 早一點做了之後 就等它涼了 才去做那個蛋糕 就是做那個 Tiramisu 會比較好 幸好 就是 它那個 溫度 可以一致一點 就不會說 那些 暖 那個 咖啡 汁 就影響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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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性 這樣 那這裏 就是那隻 我們怎樣做呢 剛才 沒有過一條 Lady Finger 那我現在在拿一條Lady Finger出來 就是 這條Lady Finger 那我會怎樣做法呢 我會把它 匹開三份 然後浸下去咖啡那裡 這個第一 三份一度 給你一點 第一塊 再來 第二塊 那第三塊都放下去 那我呢 如果是做Tiramisu 通常我浸這些Lady Finger 呢 我就會 把它浸一邊 就另外那邊呢 就 一拆就算了 就算了 好像現在這樣 因為呢 它們呢 是很吸到水的 那 所以呢 它如果吸水 吸得太多的話呢 它呢 就會比較 熔爛一點 那 所以呢 我就會把它 就是 用一個 面去吸 然後呢 就倒轉放 好像現在這樣 上面這裏呢 就吸了 水粉 然後呢 下面呢 它會一路向下滲透 那它去到 就是 經過一晚的時間 它因為 那個水那個 地心吸力的問題 就會一路呢 就向乾那邊 會吸濕那邊的水 這視乎呢 它 去到明早去到吃的時候呢 就會呈現 有一個 蛋糕的狀態 好了 那 就跟著呢 我們就已經可以 就是 砌出個製成品出來的了 那我呢 就 把這個 最 索得最多的那塊呢 我就會放在底那裏的 那這個是我個人喜好 沒什麼意思的 沒什麼特別容易 那 然後呢 就 放了一塊之後呢 我就 我們可以 直接放 這個 這個 Tiramisu 那個 剛才那個 就是 加朵糖 的那個 混合在這裡 然後呢 就 就 借些叉 來先 然後呢 就可以 就 放 一兩口 下去 這樣 大約都是 放一個湯匙 下去 令到 可以 遮到 剛剛那個 蛋糕 那個 Ladyfinger 那塊 餅乾 就可以了 然後呢 就 我們就 放第二 塊 下去 這個第二塊 看到嗎 對 稍微 輕輕地 壓壓它 這樣 好了 跟著呢 就 再 加這個 芝士 好 輕輕地掃下去 最後不要掃到 那個 杯邊 讓它 感覺 乾 一點 那個杯邊 這樣 OK 好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再放 第三個 第三個 我特意吸得最少水分 因為呢 我吸得少水分 它就 耐壓 在表面 那個 就很多時候 就會 因為它會 直接受力多一點 這樣 所以呢 就找一個 硬正一點 沒有吸那麼多水的 放在表面 如果不然呢 它受不了 壓 你臨尾的時候 想做到一個 平滑的效果 那時候呢 可能就會把它 刮到爛了 這樣 那我就把 剩下的 Mascarpone 都加上去 這樣 有一點點手影 不好意思 或者一張 大前一點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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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然後呢 就拿一瓶匙 輕輕地 壓 平 一點 因為 我們 在表面 那裏 就可以 素塵朱古力 粉 或者是 有些人喜歡素美綠粉 那 做給小孩子吃 就不太方便 用咖啡 這樣可以 做美綠粉 那樣 然後呢 這裏有一點瑕疵 也不要緊的 你喜歡 抹多一點點 creme cheese 下去 這樣 好 然後呢 這裏 稍微抹乾淨 少少 之後呢 我呢 就會用什麼來做 那個final touch 就是 把剛才的 那個 咖啡粉 是會 加多一點點 下去 那呢 就 稍微抹一下 好 你灑多一點點下去 它就會有一點點顏色 給得到 下去的 看不看 它會有些 製造了一些 不同的顏色 感覺給你 明天 早上 我就會 起了身 就會到時 拍張照給大家看 這一杯 被我雪藏一晚之後 明天呢 就會是 大約的質感是怎樣 那 我這裏預告一下 明天呢 就 它 應該 因為它 會 那些材料 會再混合 多一點的 那 所以 會是 感覺上 是 你們看 就看不到些什麼 但是 吃呢 我們就會吃得到 它會 失精的效果 如果我們現在 就這樣吃的話 就會覺得好像 那些材料 會好像 分開了 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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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 還蛋糕 這樣 但是明天早上 他們會比較混在一起 我明天早上吃給你們看 這樣 那這裏 我見到 因為那些濕氣 所以都讓那些 有些個別的咖啡粉 都吸了濕 而深了 那明天早上 我相信 會是再深色一點的 那我們呢 就 給少少時間 明天早上 那我再拍了 尾 最後的效果給大家看 Hello 早安 各位 那我呢 就 拿 昨晚說好的 Tiramisu 就給大家試吃 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大約是什麼味道 還有去檢查一下 她大約的狀態是怎樣的 Hello 那我呢 就 檢查一下 她那個 咖啡粉呢 因為吸了水 所以就已經深色了 所以令到整杯熱的 那個 視覺呢 效果是好 好 即是 不會那麼平淡 即是不會只有creme 在那樣 那 就會感覺上 有點texture 跟著呢 見到呢 那個 那個 沉澱 即是那個 那個 地心急力帶來的 那個 creme 那種沉澱 那 你會看到它墜下去 那種 那 那 都還有一些 譬如好像這些 有些空間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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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它浪起 那 那 我昨晚呢 會把那個 最濕的 那塊 最濕的 咖啡的那塊 餅餅 就放在底那裏 那 就應該一會 會做出一個 很juicy 很咖啡的效果 那 那 有些人呢 就會是 做 些 味道 那些 方式其實都有 不同的 那我這個 就 最安全那種 因為有一些 是會 附加一些 生雞蛋 我記得 就是 我第一次做 味道的時候 跟別人的 餅餅去做 是 加了一些 生雞蛋 那 那當時我覺得 吃得不太 安全的感覺 那 後來一直 自己 fine tune 那 然後就 fine tune到 這個 我覺得 最簡易版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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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那 那 你看到這個位 有咖啡在流動 這樣 那 這個 都是我想做到的狀態 上面 就會比較 是 即 會是 會是 結身一點 那我們試一下 那個 大約的感覺 是怎樣 就是 開封給你們看一下 硬正的 那個 面頭是硬正的 那 嘩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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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 我喜歡 沒有那麼厲害的咖啡 感覺 那 就當然你可以 即 就是 不要 不 加那麼多 其實 我們昨晚也是只要用了兩個 tablespoon 湯匙 那我試一下 嗯 嗯 我猜你們 那個 喜歡的甜 會比我多 那 我就 這個 我做了這個低糖 所以 吃到奶味 重 跟著 咖啡面頭那些 一入口 即是這些粉 一入口 立刻搶 搶到一種咖啡的味 出來 下一斤 我想直下去 去到那個 那個 那個底 那裡 那個 那個咖啡 那 就 嗯 這裡呢 我呢 吃到這個位 呢 嗯 好 真是好咖啡 那 這裡呢 表面 就是 那個相對乾身一點的那個 那個 塊餅呢 這裡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分別是怎樣的 那 這個呢 就是 乾身一點的塊餅 這個是 相對上面比較濕的塊餅 然後呢 下面呢 融 融 融 那些呢 就是 很濕的塊餅 那 所以 我喜歡這樣三個層次地吃的 但是呢 我曾經試過有一次呢 就做得呢 全部都乾了 出現呢 那個 那個 最乾的那些呢 硬 硬實實的 那樣的 那 那 自此之後呢 我就 嗯 偏向做濕都不偏向做乾 就是這樣 哇 非常好吃 那 那 我繼續吃下去 這裡 和你們分享的就是這樣 那你們 記得試一下吧 這個就是我的早餐